下面再给大家讲一下发力的误区有哪些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国家队的这些超一九水军运员 他们在打球的时候打球打得啪啪直小力量非常浪 动作也非常优美非常有力学的美感 我们很多球友在平时练球的时候也去有力无力地去模仿他们的这些偶像去训练 但是呢毕竟呢人家是经过每天十个小时八个小时的这种专业的训练 我们还无法达到汤的那种 所以说有的时候力量又不大了 我们的整个动作呢就练起了时间长了 你会造成身体这个部位的损失 那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如何正确的去发力 首先呢我们不要追求绝对的力量 什么是绝对的力量呢就是这一个球 不要使出百分之百分甚至百分之二百的力量 这个是不对的 这样呢会造成我们的机胸点不回力 而且合缘还慢 失误率还高 第二个呢就是为了发力 打拼命的放大动力 去用我们的土话脚把胳膊轮圆了透 这样的话呢会造成力量使用的不集中 力量用出去了没有提到该有的效果 可能我们用了十分劲打过去的球才有三分劲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过于的去关注 继续一瞬间手臂的发力 而忽略了我们身体的这个力量 无法说胳膊还扭不过大腿 通过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腿的力量一定要大过胳膊 还有手腕的力量同时用上才能打好 把这个球的力量推大过 顺序呢就是登臂顶化收臂转弯 对于时间充裕的球呢 能力把工作放大 把这些所有的工作做完 科学友啊在发力的时候啊 都在想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花出来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发死病都是这样的 嗯 嗯 嗯 弄足了劲啊都是猛足了劲 嗯 看不得啊 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的因为力量使用的过大 把身体的整个工作都破坏掉了 全体都在使劲 没有一个极中的爆发的点 所以说他这个球啊 劲没超使 劲很小 时间长了呢 他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这个不必要的一些阻伤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快速发展 更多的是高质量 连续性 对这个高质量的连续性的要求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是七分劲 持续的输出七分力量 就是已经是非常高的这个力量 如果时间来得及 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实际上的放大 如果时间来得及 我们可以把这个动作实际上的放大 顶立刻转弯 也是这样 力无绝对到 如果单身比谁的劲儿大的话 那很多体重运动员都可以打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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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